大卡車把焚化爐抵渣倒入餘溫 工程車進行填地 從高空俯瞰 餘溫一半被抵渣占據 曾經是清澈餘溫 如今變了顏色 以頭生物幾乎滅絕 有暗紅色的水 這裡是台南安南區的 一處抵渣氣致處 下雨過後 附近的積水呈現了褐色和紫色 我們實地用儀器 來測量一下水質的酸鹼度 數值是十二 呈現水質是強鹼 水源和土壤被污染 諷刺的是附近居民渾然不知 我們這個五行 那個桃 我們不知道三個桃 我們不知道 就平了這個米 什麼米 我們在像這樣生生的米 不一樣 強風來的時候會有養成的問題 會有四種重金屬 其實含量是很高的 進進出這個居民 他們其實他們吸到的 其實是重金屬 鑫 銅 鉗 隔 這些重金屬為例 隨風飄揚 五顏六色的有毒廢棄物 進入台南餘溫區 光是抵渣就被步伐填入七萬噸 亡羊補牢大面積的抵渣污染發生後 環保單位到現場調查 這個重金屬如果是在你的結晶格裡面 它不會跑到環境裡面 它理論上它就不會 危害性就比較低 抵渣氣質的土壤 無機會說不用擔心污染 不過這和民間團體的看法截然不同 重金屬粉塵肆虐 在台南安南區 竟然爆出了另一個抵渣氣質點 在汽車腳底下 佔地0.5公頃的土地 全部都是焚化爐抵渣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 在這麼廣大的非法氣質土地 旁邊就是台南一條大馬路 檢警調查 應承在處理業者 以合法名義申請道路回田 私底下卻把7萬噸的抵渣 氣質台南不同的三處土地 甲生豹 然後增回田 回田了以後 還去跟環保署領錢 用類似手法偷天換日的抵渣 早已蔓延其他縣市 2011年苗栗山區被人棄製 滿山滿谷的黑色廢土 當初視為有機肥的黑土 流竄六片大面積土地 經過五年的雨水沖刷 終於露出真相 在正常的土壤上面 樹林茂密 不過走到底沙的氣質點 樹木進不來 只有雜草可以生長 在這個山頭 以及底下的峽谷 全被氣製了大量的 氛化爐底沙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 有非常多的 像什麼玻璃穴啊 然後塑膠啊 可能大悟說 原來它當時的基底材 根本就是氛化爐底沙 它其實混了很多很多東西 你看我打下去 銅六百八十六ppm 涅三三一 然後各三千六 紅色部分都是超過 土壤管制標準 底沙不但入侵漁溫和農田 還登堂入市 如果這個是你的家 然後你家旁邊 被人家填的氛化爐底沙 然後它有異味 有臭味 然後還有粉塵 這樣子跑到你家去 你會怎麼辦 台灣的底沙污染範圍 北起桃園大漢溪 中莊調整池附近 苗栗造橋 厚隆 台中清水 隆井 雲林陡南 延伸到台南安南 和屏東萬丹 除了東部較少 西部各縣市的底沙污染 幾乎無一幸免 我們最近大會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去把這些像桃園 高雄市 還有最近台中做嚴密的監控 它本來是一個產出產源 結果變成一個監督的單位 那它的責任只要委託給 政府施行垃圾焚化政策二十五年 但底沙污染遍布全台 明天帶您抽絲剝繭 找出底沙撲鉤不為人知的內幕 政府施行垃圾焚化政策二十五年